以下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烹调适合七到八个月大宝宝吃的菜肉粥 宝宝的一餐菜肉粥分量大概是大半碗粥 一到两汤匙菜蓉 一汤匙碎肉或鱼 还要加少量的植物油 让宝宝吸收多元不饱和脂肪 帮助脑部和身体发展 谨记在处理食物之前要先洗手啊 首先要烹调白米粥 稍费适量的水 加入已浸泡的白米 如果要煮稠粥就少放一点水 用大火煮沸后转为中慢火 期间要搅拌粥以免糊了锅 当看到米爆开或米花了 而稠度又适合就可以关火了 处理菜蓉的时候先要把菜洗干净 用水浸泡一个小时 然后摘取嫩液 用沸水煮一分钟来消除有害化学物质 然后把菜叶切碎成合适的粗细 给宝宝吃的肉碎要弄得细一点 可以先把洗干净的肉块 放进冰箱里冷藏 这样会比较容易切成薄片 切的时候呢 尽量把肉的纤维切断 跟着把肉片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碎块 然后反复用交叉方式切碎 把少量凉开水混合在肉碎里 然后搅拌 以免肉碎粘在一起 再把肉碎加进已经准备好的粥里 一边煮一边搅拌 当肉碎煮熟后 就可加入菜绒和少量植物油 煮沸了就可以吃了 以鱼肉代替肉的话 就要选择比较少骨头的 比如鱼柳 你也可以选用鱼腹部位 先把鱼蒸熟 蒸的时候可以放点姜和葱减少腥味 然后去皮 小心挑走鱼骨 跟着用池羹捣碎鱼肉 再放进粥煮沸就行了 要让宝宝拥有健康的牙齿 家长要从小培养宝宝 每天晚上清洁口腔的习惯 当宝宝长出了上下门趾后 你就可以用婴儿牙刷和冷开水替它刷牙 替宝宝清洁口腔 一共有三个步骤 首先 用肥皂彻底清洁双手 跟着用纱布 棉花或小手帕 沾上少量冷开水 包裹指头 然后轻轻贴着宝宝的牙齐 从上到下抹一圈 如果宝宝长出了牙 记着也要抹干净 另外 要预防幼儿蛀牙问题 家长要谨记 千万不要让宝宝一边睡觉 一边用奶瓶吃奶 还有在十四个月大前 要完全停用奶瓶 转用杯子来喝奶 记着 宝宝到九个月大 就让他学用杯子了 感谢宝宝 大 二 二 第二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